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就是中分 还一种就是侧分 然后中分呢也是很多人会去尝试的一种分法吧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 哎 为什么我中分看起来怪怪的 有些人中分就这么好看 首先呢 中分是在这个分法中最挑脸的 挑脸的什么呢 就是五官的一个对称性 其实像很多人五官是不对称的 包括我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很明显 然后假如你本身属于五官非常不对称 然后你分了一个非常绝对的中分的话 那你五官不对称的这个问题会被放大 就会更加的明显 第二呢 他挑的是脸型比较长的人 假如你本身脸属于很长 然后留了一个很绝对的中分 那么你的脸看起来会更长 第三条就是挑额头比较宽大的人 就是发际线比较高的 然后中分完之后呢 就是会完全暴露出你的一个发际线 第四条呢 就是挑下巴 像下巴比较顿 比较平的妹妹们呢 也是不太适合留中分的 因为这样看起来也会不太好看 最好呢 是有一点下巴的女生留中分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像留中分的话 其实对我们脸部的一个条件还是蛮严格的 另外一种分法呢 就是侧分 像侧分的话 无非就是六四分 三七分 二八分 我觉得像三七或者是二八的话是比较成熟的 如果你今天是想打造比较成熟一个气质的话 你就可以做一个大侧分 像二八分的话 整体的一个气质会显得比较成熟 比较知性的感觉 但其实像我日常生活中我最多的分法呢 就是六四分或者是四点五比五点五的一个分法 像这种分法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 并且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大部分人的 OK 现在呢就进入卷发环节 在卷发之前呢 最重要一步就是要把我们头发给疏通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步我会在卷头发之前呢 给头发抹一点护发精油 我用到的是卡丝的这一瓶 记住这个精油最好少抹一点 别抹太多 搓一搓 然后呢 再抹到我们的发尾 记住一定要等到我们发烧吸收完之后再卷 别刚抹上去然后立刻就卷 我觉得像这一步的话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头发 另外呢就在你卷的时候头发不容易变得毛躁 怎么办这两步完成之后就顺着又爱上自己的私有发 发字也太好 我说吧 OK 我停止我的臭屁 这一次呢我用到就是我非常爱的卷发棒 像它呢就是一款负利子的卷发棒 整体就是对我们头发的损伤很小很小 基本上就是不怎么损伤我们的发质的 然后我常用的温度呢是140度到160度 像一般卷发棒的话都会有档位 我不建议大家把档位开得太高 首先第一点呢它会损伤我们的发质 第二点呢就是你卷出来的卷会非常老气 没有那种慵懒的感觉 然后我这个卷棒的尺寸是28 它呢是属于中卷的一个卷度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卷度 现在呢我们就把头发分层 像我自己头发本身属于比较多的 所以卷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好 现在卷棒也预热差不多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这种比肠拿卷发棒的时候 一定是甲板是朝前的 千万别这样对着自己来夹 首先呢我们取出一撮头发 卷发的非常简单 首先呢就是绕进去 按这个方向 绕进去 然后呢再把头发给放里面 这样卷 注意一定要小心 好 大概热5秒左右 假如你头发比较多的话 可以热个8秒左右 心里默念 叮 8秒到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放下来 它呢就是一个这样的卷度 靠近脖子这里一定要小心一点 好 然后放下来 然后这边呢也是同样一个方法 取出一撮 把头发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把所有的头发给缠绕进去 绕住这根棍子 放下来 放下来 多多告诉你个秘密 因为像我平时自己录视频哦 录视频因为你们看不到后脑勺 因为我发量太多了 我一般后面都不卷 因为你们也看不到 我也懒得卷 但是因为给你录视频 我后面必须得卷 因为发量太多 就卷到后面就没有耐心了 你们懂吗 你们不懂 有些人就不懂发量太多的痛苦 太好时间了 ok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把头发给放下来 再分左右两边卷 然后我们再举出一撮 还是按照前面那个卷法 放进去 绕 再放下来 然后我们再取一撮 再放下来 像这种卷比是比较 慵懒比较散一点的卷 不属于那种特别紧的卷 然后呢卷到我们头发的后半部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换一种卷法 因为前面我们是往里卷 然后靠近后脑勺的这一块呢 我们就往外卷 然后放下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卷法 整体的卷法呢就是脑袋的前半部分是内卷 然后后脑勺部分呢就是往外卷 然后从后半部分呢我们就开始往外卷 像这样的话我们左右两边的头发就卷好了 然后来处理一下发根的问题 因为我们自己是喜欢发根比较蓬松的一个状态 然后用小拇指靠近我们发界线的一个边缘撩去 这一小错 然后呢再拿卷棒 把它立起来往反方向压一下 压个大概三秒钟 然后放下来 像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取得大片一点 拿出我们的卷棒 往反方向压一压 往这儿啊往这儿 一二三 一二三 好放下来 整体就会比之前要喷很多 叮 我又换了一件衣服 我感觉这种港式的发型已经不太适合前面的卫衣 然后就换上了这件红毛衣 记得我们剪完之后啊 可以用手不停地把它抓吧抓吧 让它的卷不那么卷 然后打造一束比较慵懒的感觉 好了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港风的卷发教程就完成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 完全零技术 往里卷 往外卷 头顶拉一拉 就很轻松地打造这种港风式的卷发 反正你在那里闲得没事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卷 卷完之后可能发现自己无岸圆这么干 无岸圆可以这么美 谢谢大家